主委還有保險局的司局長 委員長 我們請黃主委還有司局長 好 兩位長官早 那麼最近 一個很大的題目啊 就是這個流感疫苗不夠了 結果 結果我們看到 韓國居然這個流感疫苗到過去一個禮拜啊 死掉了幾個人啊 偷偷大概死了九個人哦 我就先請教 請問如果打疫苗死掉 有沒有可能 我們來推一個叫強制保險 有沒有可能就是如果打疫苗打死了 這個政府賠 在國外也有哦 要不要講一下來 兩位都是保險專家 黃主委 司長 目前有沒有 目前產品責任權在打流感疫苗部分 沒有嘛 保險公司沒有 中國大陸有沒有 好像沒有 中國大陸有哦 我Google一下是有哦 他們有強制責任險哦 強制保險死亡賠償 不低於五十萬 我Google一下是這個資料 委員這個提醒我們去研究好不好 我們去研究 去研究一下 因為 現在來講變成說 我大陸在怕死啦 放在怕飛啦 當韓國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醫生說 醫生說 如果不打流感死得更多 打了也會死 不打也會死 大家就怕死了 所以 如果 如果政府沒有辦法 那就我們就有保險機制嘛 同樣的 現在看起來 萊豬是 萬一不幸 還是坦克壓過去過來了 那 我們這裡的保險機制是什麼 萬一 遲到 萊豬了 反生不良的反應 比如說 票急速 上升 血壓飆高 心跳飆高 than 等等的 這些 這些 意外 質品責任險幾年前就 那個時候食安問題的時候 就已经保险业有这种商品了 但是猪肉这个部分 其实因为保险的前提是要能够定价 它要有一个损失率的判断 这部分有一些前提要件 我来这里都做了功课了 比如说现在教育部说 学生饮料午餐不可以吃 好了 那学生去旅行 就保这个 学生平安保险 他们如果集体中毒 如果一个人中毒不赔 但是两个有人讲三个以上 叫集体中毒要赔 这叫意外险 同时对那个商家厂商 就是餐厅也好 只要他有营业登记的 是卫福部公布的食品业产品责任险 一定要保 一定要保 这是他们规定的 一定要保这个责任险 就残险了 所以他可以要两条钱 一条就是意外险 一条就产品责任险 那学生平安保险 他是给你一笔钱大家分 大概是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那我现在就问 如果是持了莱猪 要不要加重 因为这是政府 老百姓拼命叫 不要不要不要 他是硬要来 请问这个可以不可以 来际的保险 把它产生意外的 这个保险给付增加 有没有可能 这些人 是 这个 这个 这个租的部分啊 是不是会中毒 这个前提啊 不是尽管会能够去判 我知道啦 但是 我如果你要先研究啊 万一 以后产生这种事情 是不是这个 跟其他的不一样 这明明 老百姓不要他进来 他硬要进来 这个 这个到底是国陪还是 报委员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比方使用瘦肉精的国家 他有没有类似这种保险的商业 你们去研究一下好不好 我认为啦 我个人的主张啦 这个你们应该开一个 比如说这个意外险食品中毒里面 加一条 来气 把它加重处分 加重 这个 底赔啦 加重的赔偿金额加重啦 可以吗 我们研究 研究一下好不好 所以研究两个题目 一个就是 流感如果打流感死掉 要不要强制保险 就强制险 或者我来研究看 我要不要修法 这个 强制可能不容易 可能就是提供商品 看民众去投保 因为 以前也有判例哦 民国105年的时候 有人打了流感 两年后死掉了 打官司打赢了 要赔啊 但是我说强制这个意思 因为是政策性的东西 可能要 就像类似 有低声责任性 你有强制 大家就打了不怕嘛 不然现在大家 看到韩国这样子 打了又毛毛的 可是不打又不行 变这样子啊 而且死的基本上是年纪大的人 比较多 好 第二题啊 零股交易从 10月26号开始 就开始盘中交易嘛 现在是盘后交易嘛 对不对 是的 对嘛 从10月26号开始 就盘中交易 三分钟算一次嘛 那我们都非常清楚 其实现在有不少投资人 哇 看到指数涨 涨到一万三了 可是他赚了 几乎都没有赚 为什么 因为前二十支啊 他就占指数百分之五十以上了 所以 台积电 他涨 他几乎就占了大盘的指数的十八以上 联发科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 零股交易让 钱没有很多的人 因为你买其他股票不容易赚啊 只有二十支股票 他们在涨涨跌跌 也都是看这二十支啊 那其他要赚钱不容易啊 那我们零股交易这个制度实施很好 可是现在只有盘后 你们马上就盘中要交易了 鼓励他们 真的分享这些 这是德政 这是好的一个政策 好的政策 我就具体问你 可以不可以比照当冲 证交税减半 可不可以 报委员我想您指示我们去研究 不能去研究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决定 这是财政部的这个权责吧 不是 你可以主张 你就跟财政部讲啊 对不对 请问你要不要鼓励让 我们小资本则可以多参与 可以多参与零股交易 你赞不赞成提高这样的比例 目前只有赞0.08到0.11% 我认为您的这个提示关心 这个小资族我们非常同意了 但是是不是要比照 是不是我们实施一段时间 比如说10月26号过了半年 我们在检讨它的交易量 是不是如果真的有一些诱因要补足 我们在就政交税减半部分去做这个推荐 要半年的三个月可以吗 三个月好 这个我是觉得可以鼓励啦 应该鼓励它啦 应该鼓励啦 否则的话你这个 现在占万分之八 到千分之1.1 这个就美意就没有了嘛 这对不对 你好歹正格一两趴两三趴 也都当充限是三十几趴 所以政策还是很有用啊 政策工具很有用啊 对不对 那我们让 我们让这些小 这个买不起 你看台积电这么贵 一张要五十万左右 大力光现在也是有三千块 一张要三百万 卖不起嘛 我们少两个零 买个三万 对不对 这个鼓励他们 这样进出 也很好啊 我觉得 方向大方向你觉得很好吧 应该 就照委员指示嘛 实施三个月之后 我们提出来 大方向你鼓励这个成交量提高了 当然交易成本降低 当然有助于成交量 你大方向 同意让 零股交易的成交量提高 这个可以同意吧 这我们当然希望 希望能够提高 不然你开放就没有意义啦 是 你当然就变成一个市场嘛 是 另外啊 ETF啊 大家想到台湾五十 前一阵子 你让一档 这个ETF什么 元大什么的 下市啊 什么之类的 下市场 现在就没关系 你觉得 说 那些什么 你觉得 这些东西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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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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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期貨交易所它是一個期貨商品 可是因為你連結的ETF很多結構性都連結到期貨啊 它是連結到期貨啊 你們去研究一下好不好 我們其實前一段時間是有人提供這個想法了 我們研究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結果 沒有就覺得說因為它還是有價證券 還是放到交易所去交易 你們再研究一下一個月就給我答案了 一個月 好 最後一個小題目啊 從2016開始是不是兩岸的金融監禮的高層 都沒有再往來的是不是 呃也不能說 比方說像顧前主委 他在國際證券監督官協會就有跟對方的高層有見面 什麼時候 應該2018吧 2018 應該去年還是前年 有在學 你上任都沒有嗎 我沒有沒有 啊有沒有私信會議 跟中國大陸啊 跟中國大陸啊 沒有沒有 沒有 我跟你提醒哦 是 कy 最近 不是出了問題嗎 什麼 康酉不是嗎 這些股票有差不多100多隻吧 對不對 呃 差不多 差不多 到一百多支我們總共的上市上規股票幾支 一千八一千七左右 一千七一千八嘛 對 佔的比例大概七八趴左右 兩岸如果這方面都不來往真的 類似康有事情會一直出來喔 這裡面也是 我是站在台灣的投資室的保障的立場 變成說金管會 你跟大陸那裡還是要 這個若干的接觸財報去查 那個查到底在大陸的場合到底怎麼樣 否則的話你乾脆把這個ky都停掉 除非你把ky都停掉 對不對 間裡機關工作階層都有互動 沒有問題 那ky股部分是用聯盟所的方式去查 當然這不是政辦啦 我們會繼續 這不是政辦啦 這不是政辦 我覺得你們的 我知道你們組長級的可能有一些來往 可是像你們比較高層幾乎都斷了 我覺得最少 視訊會議也可以 可以 來往一下 我們會努力 保護台灣的投資者 好不好 了解 徵召委員指示辦理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請林豆腐委員諮詢 好 謝謝